大家好,我是老挝陈教授 我昨天和大家聊了老挝医院的一些情况 我今天继续聊越南医院和中国医院在老挝的情况 然后还聊一聊老挝诊所的情况 这些私人诊所 让大家对老挝的医疗体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首先我补充一下 昨天聊的老挝医院没有讲到的特点 老挝医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一个是检查设备成就落后 另外就是收费挺便宜的 这老挝看病不贵 老挝医院 他做B超它是不贵的 以前我老婆去做运检的时候 做他们工地医院那里做B超 只要三万五千脑病 这个人民币就是二十多块钱 而即使是这种价位 他在B超市外面的人也不多 只要排队几个人就好了 而除此以外 还有医院外面 还有私人开的B超市 那个成像效果更好 那是收费是八万脑币 整合人民币六十多块钱 而当然更加不要排队 直接做 一个人都不要排 所以说他老挝人 他这个检查意识 还是不是很强的 而除此以外 还有一次 我的喉咙不舒服 我就请了一个方译 去默契医院 想去做个喉镜 看看是什么情况 我们到了医院以后 医生就把我们带到喉镜室 我们看到那个喉镜那个机器 一看这心里凉了半截 那个上面罩了个罩子 上面都有非尘 这个翻译陈女士说 他说这个机器设备 不知道多久没有用过了 我真的是挺失望的 一个小小的喉镜检查 这在我们国内是要排队 也排很长的 但是这边居然长时间 没有人做这个检查 所以我当时做的时候 心里就有点排斥 因为它也不是软管的 它是那种一个金属管 十一二公分的金属管 有个摄像头 它是这样的方式 下到喉咙里面 是有点不舒服 当时还有很多实习生 把我弄了半天 说是什么也没发现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又去了这个越南医院 做了个软管的 更先进的设备 检查了 还是没有什么发现 就有点发炎 当时是 大概检查费是 整合人民币二百块吧 当时我在老挝这个医院 做喉咸检查 他是没有收我一分钱 可能就当这一次实习教学了吧 还叫他的实习生 不过老挝的医院 他本来收费 他也挺便宜的 像我小舅子骨折 还植与了钢筋 住了这么久的医院 才两千来块钱 然后老挝这边生小孩 他也包括轮身的 也是很便宜的 这几百块钱而已 不发什么钱 倒是老挝这边 有一些小诊所 私人开的诊所 有的诊所还是比较正规的 他上班时间 在大医院里上班 下班以后 他就回自己的诊所 他这个生意非常好 但是收费也挺贵的 一次比如说感冒啊 发烧啊 挠肚子之类的 起码都是六七十块钱 人民币起步 我想就上过这个诊所 去过几次 而且很多人信的 老挝的轮程里 也有一些这样的诊所 他收费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些开诊所的乡村医生啊 他是过得比较滋润的 很多都买了皮卡车 我接着聊一聊越南医院吧 越南医院在外向有几个大的 有一个老月医院 上海的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生意非常好 而且他请了一大帮的女孩子 倒枕 这显得更有人气 起码请了几十个吧 所以说他那个生意 人流量非常大 而且宣称是 全部是专家教授坐枕看病 其实也不全是这样 也有一些年轻医生在那里做诊 因为老挝的医院 有的时候 他见效慢 比如说发烧啊 拉肚子啊 他见效慢 他也不 他也不 不轻易打掉症 所以有时候就是 家长就很着急 像我小孩子就 就就就就失去了 这个越南医院 这越南医院 他检查设备比较先进 CT机也有 然后动不动 要帮你做B超 发烟血 当时他收费比较 比较坑 我想他去了三次 第一次是收 25万老币 整合人民币200块钱 但是第二次 去他那里 这可能是他已经有 医院已经有记录了 我这是第二次来了 能够接受他前面的价钱 所以第二次更贵 也是普通的感冒发生 捞肚子之类的 第二次收了36万 然后占到第三次 他就直接收50万了 400多人民币了 所以我就 我小孩就去了那里三次 再也不去了 接下来 说说中国医院吧 三江附近的小诊所 那不算啊 那些中国人开了很多 那种诊所那不算 那我也不熟悉 我说个大的医院 万象这边 有一家中国医院 也是比较大的 他那个站立面积啊 那个建筑面积啊 比那越南医院都大 但是他没什么人气 他医生也不多 工作人员也很少的 我和我小孩啊 还有我老婆都去过那几次 我老婆就一次去做运检 他本来在老国医院做了 当时没看清 我们就 我就带他来这个中国医院 做了个十八万脑币的 彩抄 之后人民币一百五十块钱 这本彩抄做出来 但是也没看出来 他因为 后来我小孩 还有一次发烧 他老国的医院 你就是要求打吊针 他也不打 就是开药 开药吃了几天也没退烧 我们就有点心急 心急我们就来到了 这家中国医院 这家中国医院 他是给打吊针的 不过这个医院 他没什么生意 没什么病人上门 所以啊 我这个小孩 在这里打吊针 那个服务 简直是 太好了 就像 一大帮人围着我小孩子 转 虚昂问暖的 帮忙的 我看来 简直是有点感动 不过他们这边 打吊针呢 他说是要打三次 才能完全退烧 当时三次的话 一次三十万脑币 三次就是九十万 之后人民币也要六七百块钱 当时打了 第一次以后 就差不多退烧了 第二天 医生就 打我的电话 要我们再去打一次 我看这次已经没有发烧了 就没去了 后来也就好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